大家好,我是牧羊雙女學校的羅蘭老師 他們自己很有成就感 他們很喜歡他們自己很有成就感 他們自己有說,羅蘭老師我要 drink some water 他們會開始說,羅蘭老師我要 drink some water 我要 go to a toilet,怎樣 他們都會自己說,他們會去運用 後面去運用之後我們生活當中的美語這樣 他們去運用,會去練習,會去念這樣子 譬如說我們中午吃飯時間,我們就讓他們練習 上次的學生也讓他們練習 他們從生活當中去練習這些美語 慢慢小便也熟悉了 老師也得心意走了 對,剛開始覺得很困難 現在就覺得很不會困難了 大家好,我是台北縣私立東光幼稚園的園長 我姓蔡 首先要恭喜各位朋友 你們有這個機會可以接觸到 生活家校園美語的這一套教材 一直以來其實有嘗試換過很多不一樣的教材 那一直到最後在大概一年多以前 學校使用了這一個生活家美語教材以後 整個觀念上不管在美語這一個部分 那有很大的改變想法上面 那例如說以前的觀念就是要學ABC 學音標,學背生字 那就可以,孩子可以從課本上面 可以做瀏覽,然後可以唸課文給家長聽 但是在使用生活家美語教材以後 我慢慢發現 這樣子的方法只能夠說聲字 然後只能夠在課本上面有一個成果 到生活家這個部分 我們發現說孩子不要課本 他可以從日常生活裡面 每天不斷的吃飯、喝水、上下流、上廁所 他可以很自然的跟爸爸媽媽講 那在使用這一年多以來 其實最大的收穫就是家長 那學校當然有很大的收穫 也就是因為家長很肯定 那家長覺得孩子在家裡面 他可以把這些英文可以浪浪上口 他碰到同樣的一個情境 那孩子可以很自然而然的脫口而出 那雖然本源到目前為止 使用到目前是第二套 第二套已經很不得了了 因為我們的小朋友到第二套 每天講的英文已經到了五百多句 那家長感到非常的高興 例如有時候爸爸媽媽趕著上班 那家長就會覺得我們要上班了趕快出門 那孩子很堅持的 媽媽等一下 然後媽媽問怎麼了 媽媽 go downstairs 下樓 remember 請注意 在樓梯上under stairs no running 不要跑 no jumping 不要跳 no pushing 不要推 no playing 不要玩 no talking 不要講話 那在家長聽到的感受 雖然家長很急著上班來不及了 可是感受到這樣子的一個 孩子這樣子的一個經驗 家長真的非常的高興 因為當他們發現說他們的英文可以不用上全美學校 花那麼多錢 他們的英文的得到的價值 竟然比全美學校還更好 而且好很多 因為全美學校能夠做到大概就是講句子的部分 好 那在於我們的孩子 他講的是一大串一長串一整個大概一個階段就有二三十句的英文 好 例如在睡覺啦在吃飯在喝水 一個段落就有二三十句的雙語 好 那對家長來講這個價值是真的很無窮的 好 那這個重點也在於說 家長部分很感激學校說 在整個方向 英文的這一個方向的改變 也就是學校的觀念 那學校這個觀念的改變來自於這一套教材 因為它是生活化 所以我們不太需要去背它去 去花很多的時間去瞭解它 只要你每天有上學 那你這個英文部分就OK 只要您有機會來跟這個生活家校園美語有touch到 您瞭解這個教材您來使用看看 那您用用看就知道了 謝謝 我自己本身也有小孩 那他也是讀東光幼稚園 他也是讀蒙特索里班 那有一次我記得我帶他出去度假 然後剛好在飯店裡面有遇到外國人 那外國人就跟他講說 How are you? 那一般孩子看到外國人都會怕聲 甚至根本連回答都不會回答 可是呢他竟然呢 我也很出入意料的是 他竟然還可以回答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還轉過去問他你好嗎 所以他到最後也跟我兒子講一句說 你的英文講得很厲害 那我兒子也很高興 那這個經驗就讓我覺得說 孩子真的是在日常生活學習的用語 真的有很多的不同 像我們學校最早之前是用XX教材的英文 那時候我們也是有專業的梅宇老師在教 那時候我們老師只是說協助部分而已 可是在用XX教材的時候 並沒有發現說 孩子在特別的英文用語方面有特別的進步 反而是說我們會看不到他的學習效果 因為XX教材的英文 他並不是每天都可以說的 像家長來參觀啊 我都會跟家長講說XX教材呢 他例如他都是教單字 例如他教elephant 那我就問媽媽 你每天都可以讓你的孩子看到elephant嗎 媽媽說不會 那這就是用語說 那為什麼我們生活家沒 他可以每天練 每天的重複練習 自然而然 真的不會很誇張 一天從進學校到放學 平均大概可以講200句的英文 不只是孩子吸收 我相信我自己受益良多